以色列被称为中东之虎 不过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全身而退的 美国的历史上美军遭遇过的失败也不少 但是被盟友攻击的事件倒不是很多 上个世纪的自由好情爆船 遭受以色列攻击就是其中之一 以色列也成了为数不多 敢公然攻击美军的国家之一 在1967年的时候 美军的自由好情爆船 前往以色列和埃及的交界地带 想要收集更多情报 好判断接下来的局势 但是没想到却遭遇了非来横祸 当时美军自由好刚刚到达目的地 就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一幕 以色列军人在残忍屠杀埃及战俘 其实在国际规定中 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但是以色列觉得这些战俘 会占用本国的资源 所以就想选个没人的地方 将这些战俘都给解决了 一聊百聊 可是没想到却被美国情报船给撞见了 经过思考之后 以色列决定对美国军舰进行击沉行动 杀人灭口 以免事情败露 以色列当即出行 战舰和军机 全副武装向美军舰奔去 美军舰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就遭受到了不明攻击 就算适量起了美国国旗 也无济于事 当时以色列是抱着击沉军舰的想法去的 所以攻击极其迅猛 自由耗拳传供 800多处重弹 被打的千疮百孔 在这场攻击中 一共有34名美军当场阵亡 受伤人数超过150人 但是这件事传到美国总统耳朵里去的时候 美国总统却为了避免让以色列难堪 下令对这件事严格保密 不准陷漏 而以色列也只是象征性地盗窃赔还 这件事就没有后续了 只是可惜了当时阵亡的那些美军 以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态度 他们的球要想得爆 恐怕不知道 要等到什么时候去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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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